以復古藍色車身穿梭山海 这辆是台铁观光列车 蓝皮姐优号 原本都在南回县行驶 今年首度转往北部宜兰县 快闪九天 结果统计车票短短10分钟就卖光 至于亮点在哪 恐怕要让很多人震惊 窗边黑色开关一打开 是阿公级的电风扇在转 列车里并没有冷气 车窗也走手动式古老感 蛮通风的 因为它是以前旧时代的车厢 就觉得很吸引人 就是看准民众会被吸引 车厢内也重现绿色皮椅 还有大量铁道迷 没搭到列车 转往抢购周边商品 目前销售冠军蓝皮啤酒 再来弹珠汽水 第三名是帆布袋 台湾铁道热 还热到站长去 台铁局推出造型一卡通 又有新招 这回是迷你特等站 站长帽 13号上午开放预购 已经引发话题 站长戴的帽子是 深蓝底 红色边 佩金线 随着先前明日号观光列车 明日厨房 再获得美国IIDA 室内设计大奖 台湾铁道旅游 在国际更加火热 也多出更多新花样 让人憧憬 八大新闻 邻居林博志 蹭报道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 by bwd6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